酱烧荷包蛋 用酱汁烹过的荷包蛋非常美味 是一道很好吃的下饭菜 先将洗净切碎 大葱切成末 大蒜切碎 准备调料汁 碗中放入三勺生抽 两勺香醋 一勺蚝油 两勺白糖 两勺番茄酱 搅拌均匀 加入一勺淀粉 放入半碗清水 准备五个鸡蛋 平底锅烧油 将鸡蛋逐一打入 剪成八成熟的荷包蛋 可根据喜好煎成糖心蛋 或者整个煎熟 或者整个煎熟 全部煎好后取出 用锅中鸡蛋 用锅中鱼下的热油炒香葱姜蒜 煎炒出香味后倒入料汁 大火热油炒香葱姜蒜 放入荷包蛋 在汤汁中热油炒香葱姜蒜 在汤汁中烹一会 收浓汁之后出锅 出锅后撒上葱花 美味的酱烧荷包蛋就完成了 鲜香可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